好 那我们开始吧 大家早上好 我是陈源来自Apple的软件工程师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CNCF开源项目中的一些经验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第一次参加CubeCon 就是2018年在上海 当时2019年又参加了CubeCon 还希望说继续 没想到这个疫情一等就是四年 直到现在又重回到上海 所以非常高兴 肯定都有好多是第一次 或者来参加这个会议 我特意不记得 好像当时CubeCon上海发的T-shirt 我本来想翻一下穿着一件来 后来没找着 这是我大概觉得最老的一件 也是在美国 那个pandemic之前的最后一次 在这个San Diego开会的衣服 然后所以就特意穿了 都比较旧了 所以我今天就是分享一下 在这个开源做贡献 那首先我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吧 就是说有多少人 从来没有在这个开源项目里面 这个做过就是说贡献 比如说提交PR也好 问问题也好 或其他贡献 能不能够举一下手 How many of you have never made any contribution to open source project 那看来 那有多少人没有在这个 虽然做过贡献 但没有在这个CNSF 或者Kubernetes这个社区 做过贡献的 能不能举一下 那挺好的 希望我今天的这个 Talk能够帮助大家 能够提供一点我自己的一些经验 能够帮助大家将来能够成为 这个社区的一个贡献的一份子 那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这个主要的这个背景和感兴趣 就是在这个Cloud的这个infrastructure 这个领域 那在Kubernetes里面呢 我也从大概那个三年多四年前开始呢 做了比较多的一些贡献 那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呢 也是一个也比较比较独特的 我从纯的这个 我当年就是写论文开始的 基本上当然我们论文也得写点code的 但不是这个production的 所以我说这个big R 就完全做research 到后来呢 因为我们要做一些开发 那就变成一个big R 这个research 叫小的这个development 那后来呢 这个逐渐的这个research的部分 逐渐小了 也不怎么写paper 主要呢写代码 然后到现在呢 在过去四年可能主要就是写代码了 所以从这个论文PPT到这个code 然后的话我的一些经历 我从Georgia Tagg拿到PhD 以前做research scientist 然后的话 现在是soft engineer 我自己也喜欢在这个social media上会有些联系 大家感兴趣呢 欢迎在上面互相大家交流 那我先这个开始 我这个刚才那个也是这个演讲前 想一想 加上这一个统计给大家 我不知道是不是看得清楚 这个大概是2022年这个SF的对项目的一个报告 就是根据不同国家的这个贡献 第一个这个图是 第一个这个图是 就是贡献者的数量的 这个蓝色这个是美国 所有的这个橘红色或者红色都是中国 这个是贡献者的数量 这个是贡献的数量 就是比如你提交了多少PR其他 这个是有多少这个commits 对吧最后你的这个真正的PR被merge了其他 或者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这个每一个不同的项目里面 到底有多少这个就是这个committer 这个就维护者的这个数量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出 这个中国的贡献者或者贡献 那都是非常重要 全部都是目前都是排第二名在全世界 所以的话 说明我们能够做出贡献 已经做出贡献 所以希望这个听了这个talking以后 这个我们再做的也能够加入到这一个贡献队伍里面 那这个开源的如果大家有一些同学 刚才棘手都说没有任何经验 对吧 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开源 对吧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软件的一个趋势 就是这个开源的这个软件 所以的话 不管你在里面做出什么贡献 我觉得不一样的跟我们原来的模式 或者自己做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都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而且这个影响可能是很深远的 你也不知道你改了一个什么东西 就多少人用了 对吧 对我们无论是 说真的说对这个社会也好 世界做贡献 还是自己的成长 或者满足自己的一种成就感 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应该是可以 这个给自己一个比较强的一个 这个驱动力的 那如果特定的你说 哪些领域我做这个开源 都有帮助 我想简单可以总结 首先如果你是技术方面的 那显然你在开源社区 你做的贡献的话 你这个技术的这个能力 和大家的交流互相学习很重要 因为开源本来就是一个合作 这个的方式 所以你的这个团队的工作 交流合作 这也肯定有很大的提高 另外的话 职业的个人的 像我在开源社区 那你可以交往了很多人 无论对你个人的发展 还是个人 甚至一些共同兴趣 找到一些很好的 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也都是很有帮助的 这个当然 下面一个我就说 我们做一件事情 最后自己总希望能够有一些 让自己能够满足 或者有某种成就感的东西 能够做出贡献 像Kubernetes都有 无穷多的公司 和多少应用服务 是依赖于它 对吧 你要能在上面做一个说 这个东西被用 我想也是一个很能让自己满足的事情 所以像刚才提到的 而且这个影响可能是会产生很长眼的一个影响的 那回到这个的话 大家可能就说 这个开源到底有多难或者有多大的门槛 其实我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贡献的图 当然我在这里面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算不上一个特别活跃的 其实如果大家来参加这个CubeCon的话 我们有好多中国的贡献者从不同公司的 他们在上面如果你看这个叫什么这个的话都是密密麻麻的对吧 这个贡献 我最重要的就是也许就是迈出第一步对吧 没有什么其实你都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我说Don't be shy 其实倒未必也许不是准确 就是你想要做去做 至少尝试你就开始 然后的话尤其在CNSF这个community的话 是非常的这个友好的对于新人 所以的话你即使提交会有问题和各种 大家都会这个帮助你或者是支持鼓励你 所以我觉得大家关键是迈出第一步 那另外一个东西的话 我不知道这个段子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的 我就说可能我们中国开发者 或者可能会有一些担心说 这个语言的问题啊和其他的东西对吧 我们说这个are you ok 肯定是ok的啊 没什么问题我觉得绝大多数 尤其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对吧 切的GPT 你如果真觉得什么让他润色一下 提个proposal 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都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借口 或者障碍 那下面我就具体介绍一下 尤其在CNSF和这个Kubernetes相关的社区 怎么做贡献的一些 更具体的一些经验和这个 或者教训 或者我自己学习到的东西 首先现在这个我也是看到的一个这个数据 对吧 我们差不多有这个20万的这个贡献者 所以的话就是如何我们也可以加入成为这个 对吧 20万贡献者中的语言 那第一个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应该大概的了解一下这个CNSF的一些具体的这个组织和它相关的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team或者这个结构 所以一个我大概没时间具体到每一个大概 但是给一个这个非常这个粗略的一个介绍就是你了解这个 在CNSF里面的这个这个或者我们认为的这个组织结构呢 有三个不同的名字的可能大家如果要贡献会经常 一个叫SPECIAL INTEREST IN GROUP SIG SIG的话就是说 有两个一个就是针对不同的这个主题 它会创建一个就特殊兴趣嘛 对吧 SPECIAL INTEREST 比如说做你感兴趣做这个SCHEDULING 有个叫SIG SCHEDULING 你感兴趣Networking SIG Networking SIG Storage 但也会有一些是这个水平方向来的 比如说统一的感兴趣这个 它专门有个SIG documentation 就是说专门就是管这个文档的对吧 或者SIG scalability 专门管这个管这个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这个可伸缩性的 这个就是针对特别的项目 一般来说这种项目都会有自己的一个Github的report 对吧 也会有自己的那些code啊等等的在那里 但Kubernetes是统一一个了 有好多code都在那 它会管理一些自己的这个东西在里面 定期一般这个SIG都会 SIG都会有个co-chair 一般两个对吧 都是志愿者从不同的公司来的 然后的话一般两周都会有一次开会 对大家是open的 它一般会在这个网上或者Github和Google Document 都会有它的开会的信息 什么代应 topic是什么 人人都可以参加 你也可以提个proposal 说你想去分享什么 所以是很open和欢迎大家做这个贡献的 那第二个叫做working groups working groups跟这个SIG的一个difference 就是说working groups呢 不太更像个临时性 但是呢它会跨好多项目的一个组织 我给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最近 Kubernetes一个比较 这个就是热门或者需要关注的就是说 怎么更好的支持这个 这个批量处理的工作的吧 batch job 所以原来它主要是支持运行这个微服务这些的东西 那就创建了一个 这个大概是两年前一年前的CubeCon以后 就创建了一个叫做working group的这个 这个batch的working group 那就说我们更好的支持这个batch job 不仅需要这个比如说scheduling的SIG scheduling 我可能有SIG node和其他的 那working group就可以协调好这个不同的team的这个东西 所以它也会有自己的一个committee 也会有些meeting 也会有些讨论 另外一个的committee呢 更是一个high level的 比如说这个叫overside committee 来协调各种之间的关系 对吧 甚至你对这个最近这个SIG的一些进展 或者一些处理一些问题不太满意 有些你可以到这个这个committee overcommittee里面去找这里面的人 反映一些问题或提一些建议 所以这里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document的链接 另外我的slides 我share在那个schedule的那个应用里面 大家可以反正看看这些link里面 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那对最重要的一个起步 如果你对特别的感兴趣 就是我说去参加他们的这个byweekly meeting 还有一些可能一些其他的meetup 或者其他的活动 知道一个大概你会在哪些领域 对吧 你比较关注 你想去跟人讨论分享 或者想做自己一些贡献 那说到具体的贡献 这里当然我也要强调一下 就是说其实这个贡献 不仅只是这个代码 就是说我去写断代码 或者改断代码的贡献 其实最开始完全可以从这个 non-coded contribution 对吧 并不是代码的贡献开始 那这里面的话有很多对吧 比如说你用的时候有问题 或者你觉得有个feature很重要 可以这个file或者submit 一个这个issues或者questions 然后开始 另外的话 任何人提交的东西 你也可以进去讨论 或者提出你的建议或者看法 对吧 然后的话一个很能够对贡献的 就是这个文档 包括你发现要改正的 或者你志愿 包括它有个seek documentation 帮助写一些文档 或者说发布的东西 后面一个就是 包括一些很正式 这是叫做caps cubernetes enhancement proposal 对吧 如果你是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或者什么 就是说你可以提出写一个 make一个proposal 但你不一定最后是你实现 这个但是也要审查 最后批准 这当然是个大的特例 那当然其他的 那后面就是说 真正的对代码做一些贡献 那对代码做贡献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 就是说CNSF cubernetes当然是个主要的 就像大家看到好多项目 其实里面的有很多项目 即使是围绕着 Cubernetes也有很多的subproject 有自己的report或其他 比如说像这个performance testing 这个cubernetes就是一个单独的 这是我最早第一个贡献的 然后每一个special interest group 里面也会有一些subproject 比如像那个seek scheduling 它就有一些plugin的 不是在这个就是延伸的这个 这个叫阴脆的这个plugin里面的 这个东西 所以的话就是说你的贡献 可以是很广泛的 你可以到这上面去看 它有哪些项目 它有哪些具体的 所以你可以贡献很多 包括监控啊各种都是可以的 那一个基本的这个就是 也是个给大家一个guide line 说你如何做这个贡献 对吧 那我想每一个社区 包括你不同的项目 它都有自己的一些规范 那我不详细介绍说这个 这个GitHub 这个没有什么太special的 对吧 你到时候要提交pr 不管你要到时候这个review了 你再改 然后最后你要这个rebase 然后merge scrash你的不同的这个提交 那重要的话 大家可以读一读 这里有个非常好的一套 给大家这个新手入门的这些 都是链接 如果你应该能够访问我的那个 这个slides的pdf的话 它里面应该是可以 这些都是可以点击进去的 甚至它的有这个lessons 这个课程等等 给你一些初学者 或者说刚入门的 了解这些具体的信息 比如它的一些风格 这些命令 各种 包括如何开始 这有这个新贡献者的这个课程 对吧 New Contribute Cause 所以这些东西呢 大家都可以先看看 作为一个最好的资料 我在这里就列出来在这里 那如果说回到说 具体一点的步骤 重要的是 那当然取决于不同的东西 就是说一般来说 我不知道这个太多国内 比如说一些公司的具体的要求 作为贡献者来说 CSF一般是这样的 至少在北美大多数 因为你自己可能不同的公司 也会经常从这里跳到那里 对吧 但是呢 它有些统计 所以当你去登记的时候呢 你会说你现在的这个公司是什么 但是呢 做贡献的话 很多像在至少在这个北美的话 或者美国的话 都是我自己要签署一个 就是说这个我同意做这个贡献 因为它涉及一些板权啊 其他将来的纠纷 就是这个叫 Contribute License Agreement的表 那这个表呢 一般会有两种 一种就是以公司的名义 去签的这个表 就是你代表这个公司 一种是说我个人的 就大多数像我们的话 都是签这个个人的 但上面我也写上 我的现在的顾言 但你以后换了 你可以更改它 这个的话 你第一次去的话 你提交一个 然后它就会给你一个link 也就是签个名 但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这个你可以根据 你们自己的需求 对吧 反正就是任何人 都可以做贡献 你可以以个人的这个名义去 然后同样的 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一些资源 关于如何做贡献 一些指导 大家可以具体感兴趣 可以进去了解更多的细节 那下面我就以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 这个或者这个Cubernetes 下面的一些经验 例子来说明一下 具体做贡献中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和一些重点 我觉得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那第一个就是说 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 对吧 我刚才也讲了 有一些包括不是真正的 code的这个contribution 或者说是一些任何的贡献 但最基本的就是说 从一些最简单的开始 甚至你说 我不是很了解 就说其实你到这个项目中 你去看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现在有一些需求 就不管是文档也好 测试也好 或者实现个新的功能也好 它会有一些 这个不同的标签 比如这个叫 help wanted 和good first issue 你可以搜取一下 看这上面 有没有自己可以 help和帮助的 你可以就从这里开始 然后的话 你到Cubernetes 比如那个项目的 对吧 那里面的issue 里面 它可以搜取 你看这不是有这个对吧 nabel你要搜取哪个等等 open的 你就可以从这里做一个 这个入门的开始的东西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起点 那第二个就是我想说的 就是说你完全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开始 没有什么东西是说 太小了我这个是不是能 那最小的 那我拿我自己的一个例子 这是我最近的一个 我就改了一个词 因为它这个是个typo 这个environment 他把它拼错了 那不是 我也不是说 大家故意去找这个东西 那就是我在读这个的时候 看到了 反正就看着很别扭的吧 这个东西 那反正这个就提交了一个 所以的话 就给大家一个例子 说任何东西 你都可以从这里开始 对吧 那fix这个东西 但是呢 这里我也要强调一下 就是如果比如说 你发现这里面 有一个东西 老被他搞错了 比如他就是把某一个东西拼错了 完全错了 那最好的 虽然我们说小 但这个只有这个文件你有 那我们也最好说 要改 把一起都改了 对吧 你不要说 我就是搞一个 我就改这一个 所以我也经常有review这个来说 你这个要改 那你是不是把别的东西 列一起 就是相关的 比如说同一个错误都改了 对吧 所以这个小和这个也是有一定的 我们自己掌握好这个尺度 就也不是说 我只是为了一个东西 就来做这个 那但是呢 回到说这个 我们每提交一个东西 最好还是让它是个独立的 对吧 不要把几个不是很相关的 一起改在里面 因为从review 比如说人家喜欢你这个改 又不喜欢另外一个 这样的话带来很多麻烦 如果他们是独立的一个东西 功能完善的 就尽量的 就让它保持是个单独的东西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对新手来说 大家可以注意的一个东西 那还有一点呢 说到这个小 我也想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小并不等于简单 旁边这个也是我们引用的 一个著名的例子 对吧 就是说 别人给你修东西 经常来上门 你说这人就花了三分钟 收了我一千块钱 对吧 然后师傅经常说 是这个敲这个钉子 只值一块钱 但是知道在哪敲这个钉子 值两千九百九十九块钱 对吧 所以这 这个是我 另一个 某个PR 也是改了一个什么呢 改了一个这个注释里面的一个 两个单词 对吧 原来它是说 这个pod being scheduled 我把它改成 这个pod is bound 那这个不是改一个拼写的错误 那这个的话 就是说 你是要对这个理解 它这个是一个错误的 它这个comment 它这样的话是误导了别人的 就是说 不是说这个pod正在被调度 而是这个pod实际上 已经被调度成功了 就是说 的情况 就是说 这个插件被调用 是在这个pod已经被调度成功 和它已经安排到一个节点上以后 这个原来的话说 它还在被调度 这个是个本质的差别 那如果说 新手来改这个读这个代码 就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大和小 有时候也不是一行代码 有时候你改一个什么typo 对吧 改了那个500行 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替换和这个的改变 但是你要发现这样一个错误 可能你经常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做 还有一个呢 就是 如果你要做大的改变 或者不肯定的改变 一般来说 我建议或者大家呢 一定要先去 比如你可以去 那个这个report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这个问题 那你提出来 或者直接 甚至你也有 也有这个snack channel 不同的这个sig channel 去跟这个chair 或者说这个maintainer commit讨论一下这个可能性 你不想自己花了很多时间 第一别人告诉你说 这有人做了 或者别人说 这行不通 我们原来也讨论过 其实我自己也依照过这个 做了别人说 其实这个我们原来讨论过 做根本不能这么做 因为什么 这样的话你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 而且你也得到一些指导 比如说 这个可以 但是你应该怎么样的做 尤其你要花一些精力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效率的问题 好那刚才 所以这也是我一个例子 就是在做这些东西之前 反反复复讨论的一些问题 然后还有一点 我也想给大家指出 就是说很多时候 对吧 你想做一个贡献 不管是什么样的 你做了一些改变 你以为你自己 或者很有信心 你觉得这肯定可以把它做好 然后就基本就是这样了 但是永远做好 准备 可能别人会提出新的要求 不仅是 如果简单的说 这不可行 然后 但别人可以说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说 你这个需要写很多测试 如果大家是软件工程师的话 很多时候会发现 有时候实现一个 一个功能 可能就花了一小时 但写测试可能花了一天两天 对吧 因为我们在这种上游 像尤其Kubernetes 这么高质量的代码 你必须这些单元测试 甚至一些其他的集成测试 各种 当你提供一个新feature 你就要做好准备 必须有完善的测试 或者别人会要求你 写出这个测试 还有一个就是文档 对吧 因为像我们的新发布 你如果是个新的功能 就是说你将来的发布文档 你也应该自己来写 而且反反复复地改 别人可能提出新的要求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东西 你也要做好准备 说我愿意投入 能够来做一些新的改进 或者提高 那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在做这个的过程中 那总是会有时候 自己已经提交的东西 遇到问题 那我们就说 在开源好的就是说 你同事之间 你可能还说大家有工作 那开源这个就是open的 你问 当然别人不可能 也许像你工作的同事 随时说我马上就回答你 对吧 但是的话 就是说你有问题 随时可以开口问 然后而且我觉得 我个人的经验 这个社区里的 尤其越是这个资深的大脑 越是非常的 愿意帮助别人和迁徙 这个可能大家 新的开源的人不熟悉他 这个叫Jordan 他其实是就 Kubernetes是整个 大概现在五到六个人 是有最终的这个 就是说审查权和approval 那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这是我最近跟他的一次交互 我实现了一个新的一个东西 其实原来不是我的特定的领域 我更熟悉这个Kubernetes的 这个调度 scheduling和东西 但这个是一个 和secret相关的 就是这个Kubernetes里面 这个service account的这种token 对吧 就是管理这个 这些secret的东西 那我提的这个PR 后来他觉得说 我应该做一些 另外的实现的方法 所以他提出了说 觉得应该这么来做 那实际上 我对这个不熟悉 他说的这个东西 我不是很了解 他到底要干什么 对吧 那我就直接问他说 你能够告诉我一些细节 怎么做这个 你看他 因为他对这一段的代码 这个coding Kubernetes是太大了 他直接就给我一个 你看一下这个 就是照这个例子来做 所以的话我发现 那这个省了我很多时间 我看了一下这一行 这个例子 我直接就知道 怎么来做这件事情 那还有一个 我觉得很值得 也是很值得分享的 一个东西就是 我们很多人 都有自己的本质工作 包括自己 就是说 如何把自己的工作 对吧 有可能直接相关 跟这个 我假定希望最好 自己的工作 跟这个开源的贡献单 都是完全相 但也有可能是 个人的兴趣或其他 那最好的 如果说工作中的东西 跟这个开源的 怎么结合好 因为也不是所有公司说 我给你 当然我们 我这次会议遇到好多 比如有些公司 是有一些人 是全职的做这个开源 但他们也可以了解 很多这个东西 但有些人只是说 我工作中要用这个东西 我们其实也没要求 我也没 就是工作上 或者老板上 也没这个要求 所以你要去做 这个开源贡献 但我自己也想 做出一些贡献 但前面我已经讲了 对个人的成长也好 作为成就感也好 做出贡献也好 那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说 怎么把两者给联系起来 对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就是说 这个Kubernetes 有那么多问题 有那么多可以加强和开发的 每个人的精力也有限 但如果你能把你工作 和它联系起来 比如说工作中用这个 就发现这个东西 要不是个有问题 要不就很不方便 我其实有点想法 可以这样做 甚至我觉得 社区应该考虑一下这个建议 我自己不一定有时间来实现 对吧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有个需求 甚至你提的是个需求 或者你发现一个这个bug 然后你去把它给更正了 或者是文档中发现问题 在你用的时候 我读这个觉得不太对 或者说写的不太清楚 当然更重要的是 比如说有一些功能 我觉得应该实现 我还能帮助它实现 那我实现了 那我们的工作 反正用这个开源的软件 也就能更好地用 那我觉得这样就能达到 一个非常好的 一方面是 你能够受益于这个开源 你自己把问题提到了 开源社区 或者你贡献到了 开源社区 但另一方面 像我们自己的工作中 遇到的一些东西 需要加强 我们总是第一步 想到开源社区去 提出来讨论贡献 为什么 你跟你的同事 最多也就是 两个三个同事 很密切地 在这一个问题上 讨论对吧 你们的经验 时间 知识 或者想到的 都是有限的 但你放到开源以后 那就是几个人 几十个人 几百个人 甚至所有的人 几千个人 都能看到用到提问题 所以我经常也有这样 自己想出来了 觉得挺自信的 觉得应该这样做 但到开源以后 别人提出更多问题 让它得到了 更完善的解决 或者说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 你们在内部 如果实现的一个功能 被内部的评审 review 同意的 肯定 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 肯定是没有在 开源那里 被至少在 这个Kubernetes 这个项目里面 如果在那里 被批准 审查了 最后合并到 这个Kubernetes 代码里面 那绝对 我有更多的自信 这个东西是 可以工作的 而且 是经过 就是说 大家严格审查以后的 所以最后 这个我画一个 这个图总计 就是这样的话 你自己可以做出贡献 对吧 到这个开源 同时开源 可能帮你实现 帮你审查 帮你加强了 这个特征 最后你的工作中 用到的这个东西 这就是如果大家的工作中 能用开源软件 那不一定是Kubernetes 对吧 我觉得说 怎么能把自己的工作 和这个开源 结合起来 这大概是一个 最好的一个方式 对吧 自己在贡献中来做 所以这里 我这个截图 也是我第一个开始做的 也就是我们要做 这个class node 是一个Kubernetes的 这个performance testing 的一个东西 那刚开始 要做的时候 就发现 它有好多这个功能 我们需要的 它不支持 所以的话 就开始说 能不能够支持一下 就跟这个 Upstream的讨论社区 最后就 实现了好几个 这个 新的这个东西 那最后就是说 不管我们提交 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社区 就是个很开放的 它有一些review 有一些这个 有这个可以 同意你 批准你 或者这个 合并你的这个东西 大家都可能 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也比较 现实的说 有时候你发现 你没想到 别人说这个不对 是对的 但有些时候 也不一定完全 大家都有一样的意见 对吧 那这时候 第一我就说 反正都是讨论 对吧 你这个开放 这个思想 对吧 这个合作 大家都是为了 这个工作 可以多讨论 然后的话 重要的是 只要你逐渐地 做出贡献的话 你就会在这个社区 在这个团体中 有更多 得到大家的信任 然后的话 这个贡献 也就会更顺利 也就会学到 更多的东西 那一个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 最后这个结果 其实我也提交过好多 最后没有结果 或者等了很久 没有批准 或者最后被拒绝 那不管我们 是什么样的经历 对吧 要么你这个说 很成功的 我也做出了一个贡献 最后被合并了 这个出现在那里 那即使不成功 那在这中间 一般我们也可以学到的 不少的一些东西 对吧 然后 我的这个 我举的一个例子说 也有人 这个评审直接上来说 他不觉得 我这个东西 有什么价值 对吧 那你可能很受打击 觉得 这个我也花了时间做 当然不同意 像我说 第一个 大家都是公开讨论 也没有必要说太那个 这都很正常 在上游 现实一点也不可能 所有你提的 因为要考虑各种 就是折中 推倒 对吧 像有些就是我要兼容性 经常是很重要的 你很可能提了一个 非常不错的特点 但是 别人说 这个可能会把我们 以前的东西 那个没有用掉 所以的话 别人就不能再用了 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个 另外的话 如果真的你不同意 经常也可以 因为这个社区都很大 你也可以 加一些其他人说 那你们的意见如何 我也因为有这个更多的讨论 最后就是 不管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就说 尊重这个决定 对吧 有时候就是将来 再回来看 或者move on 这个也是比较现实的 一个东西 那另外就是 最后的一个小tip 就是说 你一开始加入这个 你甚至提交了一个 新的特点或者PR 你每次甚至要测试 你都需要这个 就是说这个项目的管理者 要同意你 但是随着你贡献做多了 你可以加入 比如cnsf 它有个叫github的 这个community 你变成了member 那这个member 你叫有人推荐你 那就是你做的一些贡献 你就申请 叫做这个member 你变成member的话 你就自己提交 它就会自动测试 那你就会方便了很多 但这个就是 回到我刚才讲的 就是逐渐的 build自己的 这个reputation 和这个 对吧 credit 在这个社区里 逐渐做这些贡献 那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 我就说 其实cnsf 做得非常好的一个dashboard 你可以在上面 我底下 这里有个link 在我的slides的pdf里面 也可以看 就是所有的项目的统计 包括个人的贡献 按公司 按国家 按个人的统计 各种各样的 这种 就是统计的 这个图 这个dashboard都有 大家如果感兴趣 也可以先上去看看 这些不同的贡献 也可以看到你的名字 那我其实在我整个的 这个旅程当中 有很多人 我都要感谢了 当然这个 netics foundation cnsf 首先组织这个会议 另外也 这次其实我来的 这个travel的 这个资金 也是他们赞助的 所以我当然要感谢他们 然后其他的人 我就不一一劣迹 这里面有在社区里 给我很多的鼓励 支持帮助的 这个社区的 这个比较 就是说资深的贡献者 和我的同事 我的这个老板 各种很支持 我在开源社区做的贡献 和我一些合作的 在开源社区 不是我的同事的 我们一起讨论东西 实现东西 包括共同的提交 这个 这个叫CubeCon的Talk的 我其实是不是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但是反正后面 也没有那个 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 我主要的这个演讲 就到这里吧 好 谢谢大家 有没有什么 你好 刚才听到您说 这个就在工作 最好能与 让工作中的东西 和这个开源的结合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工作的时候 会考虑就是 可能更加考虑 自己的这个进度 或者什么 我们可能就会 很多时候忽略 这个做开源的事情 或者忽略就是 来通过 公现开源社区 也能提升自己的 这种机会 所以我想问一下 您如何 您如何balance这种东西 如果我理解你 就是说在你开源的 和你工作的一些优先级 是吗 或者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对吧 比如你工作中 到底这个开源的比重 或者甚至我们说 你每年的这个业绩 到底是什么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觉得就是说 包括我自己的话 我其实公司内部的工作 是主要的和重点的 我们开源不应该做一个 只是说我个人的 就是我觉得会对我工作 有帮助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觉得这个 我在用这个软件 我就发现 它这个有一个功能 或者什么不是很完善 然后我自己来计划 说这个到底有多大影响 在跟我的老板 或者什么讨论去的 说我先按照这个做 我有时间了 我们再来对吧 看看这个 如果你能够就是说 确定 但你必须要说服自己 说服老板 如果我们这个 能够让开源 比如软件实现 可以帮助我们的工作怎么样 然后我能够做什么 至于什么时候实现 和做这个 那完全是一个 你自己得掌握和平衡 很多时候我也要讲究说 包括我的一些贡献 那有可能你真的也得 用自己的一些业意时间 去做它 但我觉得重点 我刚才分享这个工作 和这个开源的平衡 主要讲究说 如果你要平衡好 更多的 如果你能从你的工作中 出发去找到问题 去解决那个问题 有可能能够帮助你工作的话 这样的话 你也比较会有动力 可能对你的工作 或者事业也会比较好的帮助 而不是只是 纯粹说 我看到这个挺有兴趣的 玩游戏发现个问题 但如果你是游戏 本来就做游戏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觉得优先级 还是case by case 先把工作做好 从工作做发现的问题 再决定 这个问题有多重要的工作 安排好 怎么解决它 好的 谢谢 您好 我刚才听您的演讲的话 主要是给参加工作的人的一些建议 我想问一下 您对高校学生参与开源方面 有什么额外的建议吗 这是个很好问题 所以你现在还是学生 是的 那很难得在这里 这个还能见到 那我觉得其实 简单地讲 我认为第一 对学生来讲 这是更好的机会 不像我们刚刚说 工作 你还是有工作的约束 对吧 说我的工作必须干这个 老板也希望 学生 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对吧 我觉得这个项目很感兴趣 我自己业意用它 或者我上去看它 那你就focus在这个项目上 我是觉得 我对好多 包括我的孩子和其他 我就觉得现在一个 好多学生 可能说自己做什么项目 干什么 如果你作为一个学生 我比较现实地讲一点 我觉得 你在学生阶段 如果能够做一些 有意义的开源贡献 在一些项目中 应该是对你个人的成长 以后找工作干什么 应该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有对这个开源项目 感兴趣地利用它 去读读它的代码 对吧 看看它的讨论 如果能找到这个兴趣点 这做一些贡献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候 我觉得从学生时代开始 对吧 我是觉得这非常好 如果谁学计算机 会对这个感兴趣地问我 我很可能经常地建议 就是说 你不妨去做一点 开源的贡献 而且是很现实的 比你自己说 我去写个什么应用啊 这个开发 我不是说那个不好 我觉得更现实和更 很快地能够成长和增长 自己的这个见识 和对将来自己很有帮助 所以我觉得找个感兴趣的项目 就从最小的贡献开始 谢谢 谢谢 老师你好 就是我之前其实也有一些 这个开源项目的使用过程中 然后发现比如说 这个项目的文档 不是特别的齐全 然后我之前用这个 Coskeleton 然后是青菜 它鼓励我说 让我写一个中文版的文档 去帮助大家去了解 然后当时我的话 是因为这个感觉 对这个项目的了解程度 不是特别深 所以就不太敢下手 去写这个东西 怕自己写错 所以您觉得就是说 对这个项目的了解程度 有多少 然后再去做这个 贡献会好一点呢 还是说我大胆直接去尝试就好 首先我觉得说 你肯定得有了解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想强调 像文档我们有好多 就是我刚才讲 专门有个Seek Documentation Team 其实并不需要说 你真的要有非常深的知识 其实很多时候 像我们它有个叫Release Team 就是像Kubernetes 每一次发布的要改 你完全可以到时候 你做一个 你可以认为说 你是个编辑或者什么 你有问题 你甚至可以早最早实现这个 说这是我的理解 或者你能不能提供一个总结 所以简单的回答 你的问题我就说 第一你不需要 真的是个专家去写 还是我刚才讲 你take the first step 然后try 然后来收集feedback 有问题的话 像有人鼓励你 比如leader说你写 你可以继续问说 哪一方面你需要我帮助 然后的话 第二个建议就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有困难 完全可以问 说谁可以去找他 问问我这个写的 对不对 所以的话 我觉得是文档这个 只要你对这个大的方向 有兴趣 还有你也愿意去了解一些 但不需要真的非常 专门的知识 但也起解 可能有一些话题 有一些topic 会需要比较稍微深度一点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问题 大多数人只要对这个大的项目 有个大的了解 应该都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或者愿意尝试 是可以做出贡献的 谢谢老师 好 那这个没有问题的话 我再次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个 而且现在都吃饭的时间这么晚 那我在那个芝加哥接下来的11月份 会有一个token 那当然更技术一点 就是讲一下关于这个最新的Kubernetes里面 这个从这个长期 从来不到期的这个令牌 这个token到现在要有限的这个token的令牌的一些知识 或者点 所以如果不管是大家有机会去 或者以后这个反正会放在网上 可以关注一下 那最后我就 这个预祝这个中国的朋友 正好是中秋国庆的这个双庆的节日 祝大家这个和家欢乐 然后的话 这个好好地这个享受一下 接下来一周的这个节日 好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